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针对民进党立委召开联合记者会批评救国团是大怪兽,长期吸取国家资源,另一面又在盈利,救国团发表六点声明,强调一切依法办理,请外界不要误解救国团为青年服务的初衷,救国团绝非政府的大怪兽,反而愿意做实现青年梦想和正义的召唤兽。 民进党李俊逸等都为立委今天召开记者会批评救国团存在法律不明,经营手段不明,政府监督不明三大问题,甚至揭露救国团十几年来以标的207件政府标案获利高达5.5亿,呼吁应受政府监督不能再享受特权。 救国团发表六点声明回应,首先重申内政部早在去年就向立法院确认救国团不是国民党负随组织,请立委们重视此项事实。 针对青年活动中心的问题,与国军英雄馆,景光会馆,教师会馆,劳工娱乐中心,寺庙香客大楼等十类接受特定对象规范,接受发展观光条例第七十至两条十年落日条款的信赖保护,仍可经营至114年2月。 财产处置及经费使用方面,救国团说均依据社会团体财务处理办法规定,经会计施查和签证,并依法召开理监事会及会员大会审查通过,报请内政部核备,年度财报则公告于团务通讯及全球资讯网,同时从监察院调查报告以及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公文。 书均可证明政府委办救国团办理活动的正当性,救国团在公益事务均投入庞大的人物力,对国家社会有莫大的贡献,补助经费在性质上具有劳务对价关系。 救国团还说,后续应业务扩张及军训业务以转教育部,为顺应时代与青年需要,乃依政府命令与时俱进转型为非法人团体及社会团体,而为顺应国内法令更新及政府管制密度提高。 原有的业务因此与时俱进配合法令进行调整,以持续推动下去。 例如救国团经营数十年的社团班队,应补习及进修教育法颁布,乃依法设立终身教育学习中心,又救国团创办的韩曙其次强活动一应观光区要求,乃依法与中国青年旅行设合办。 最后救国团也针对最近纷扰不断的青年节活动做解释,救国团乃原力韩勤否愿及各部会指导,并筹组辅导委员会及青年节筹备委员会,后应总统府及行政院等单位表示不便接待。 后续文件中均已删除相关单位,而在运算编列时征询是否有单位愿意共襄盛举,因此所用文字为妮请自然由各相关单位自行采量,此为民间单位举办活动基本用语并无不当。 救国团最后提到,民间与政府合作模式本来就是民主常态,而且很多民间团体亦在做此事,例如青商会一般理事大,接触青年也会拜会总统府及行政院,请政府不要误解救国团委。 青年服务的初衷救国团绝非政府的大怪兽,我们愿意做实现青年梦想和正义的召唤兽,救国团靠政府标案专务,五亿元绿委批转型正义大怪兽。